在王的尊容里来 对我们而言 他第二次来是不是太重要了 太宝贵了 也太有价值了 我王毕竟快要再来 你记得主耶稣的评书里面 他有说过 他说他的再来就好像 一个王要去德国 当他来的时候 他就要把国带来 所以当他把国 他再来 当他把国带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他的国度里面 一同的德国 所以他的再来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上次后面 我今天不再故说 我们今天直接看这个后面 那你知道这首诗歌 我们上次有说过 伊凡罗伯斯他写的 但是事实上他只写到第六节 原来这首诗歌只有六节 那尼帝中在翻译之后 又把它讲到最后的两节 第七节第八节 这个第七节第八节 加进来你注意一下 这个一到六节啊 一到六节 他可以说都是一种的 诗人对主那种再来的 那种倾向 那种期望 但是第七节第八节 你注意 他就是一个祷告 没有什么人 或者什么态度 什么样一个生活 是最要合适 来面对主的再来的 就是祷告 所以主播只说 我们要情形祷告 对不对呢 我们免得入了疑惑 所以我们啊 是一个祷告的人 这种祷告的生活 就是一个最好预备主来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 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 先去注意一下 这里头说到 这个一个等候主来的人 他的心境 他该有的心境 第二节说到 你要警醒 第三节说到 你要专注 第四节说到 你要绝对 我不会讲的再快 我再说一遍 这个二到四节 主要是说到 一个等候主来的人 他的心境 听懂什么 等候主来 完全是一个心境 这个有很多人 这个他 这个 比方说 这个教会历史里面 有很多人说 哎呀 基督要来了 几年几月几日 然后就沐浴更衣到高山上去 对对对对 这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行 怎么办 你要这个沐浴了 你也更衣到高山上去 我跟你讲 这个主也不会引迭 对不对 这个主的再来是 应对我们有种人 等候他 等立体的心境 对不对 我在说 第二节说到 警醒 第三节说到 专注 第四节说到 绝对 对不对 因为你警醒你就容易专注 对不对 比方说像刚刚 你们在考这个墨镜 对不对 这个你一定要警醒 你就容易专注 你不警醒 一下这个人进来了 一下那个人住在里 我们都要希望 你就很容易 这个 从你的同事的 这个内容 就分心了 对不对 你所备的 虽然很多时候 你都忘掉了 所以第一个要警醒 警醒就保守我们 就要很容易专注 你开车的也是一样 你开车的人 你不警醒 一下接手机 一下听 收音机 一下 还是动达 希望 那你就不能专注 马上就撞车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警醒 警醒使我们能够专注 专注于 这个主来的 这也是 第三个 一个专注的人 他就容易绝对 对不对 对 我讲到 不大合理 对 没有一个人 没有 我们还陶醉在刚刚 考试的专注 还是 还沉免在刚刚 考试的失败人 我们需要警醒 警醒使我们专注 专注的 就叫我们 能够成为一个 向主绝对的人 当我们这样 向主绝对的时候 我告诉你 就准备好 整个的世界都要起来 都要起来 对不对 这个逼过你为难 所以就第五节 接着 他就讲到另一面 不是说到 我们的心境 他是说到 主的保守的温度 主的保固 不用两个字 来讲 保固 主的保固 对不对 这个二道四节 讲到我们的心情 然后 这个第五节 说到主的保固 然后第六节 就是一个结束 好 那这个第二节 这里他就说到 我今仰望 我主同在 你这个 这个同在 在这里 用的一个 这个引号 标记出来 这个同在 就是哈罗西洋 这个我们说到 主的再来 主的再来 是一个外面的行动 但是主的再来 带给我们的一种的经历 叫做哈罗西洋 就是他的存在 没关系 你希望主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主再来 我若是得胜者 我就被提了 我就给免去地上的大灾难 那对于心 大概很难 被提 因为你的心境不对 对不对 啊 主再来了 我今生的病啊 今生的苦啊 都脱绪了 我就好快乐 那你这个心境 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对主的再来 该有的心境就是 我真巴望他再来 当他再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更无间 更没有距离地 享受他的同在 阿们 对不对 他的同在 才是最宝贵的一件事 对不对 好 所以他说 我今仰望的是他的同在 不敢谢他一点 我今等候 我主再来 使我得够所天 这两个字翻得太棒 我当然我没有特别 就查过一广团 这个得夺所天使的意思 就是若是我们是一个 警醒的后主来的人 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被提 在他隐秘的显现里面 我们不是就要被提吗 对不对 哦 对不对 这个天空大得很 但是问题在这个 当主再来的时候 天空 有没有你的一寸 这个这个房间 这叫所见 所见就是属于你的那一块 现在能不能领会啊 什么叫所见 所见就是属于你的那一块 主会来 你放心好了 他一定会来 这个不关你欢迎不关你 他是啊 这个一定会来 他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圣徒蛮座的得伤 就要被提 对不对 三三被提 四被提 王五被提 王五被提 那好 那天大家都被提了 那天大家都被提了 一份所见 对 你懂这两个字吗 中文真是妙 两个字那个意境 这个我 就没对谁讲 你的空间 那一困 对不对 但是 这个很可能 我们错过 他的在 对不对 结果就没有你的所见了 你看这个画师 哎哟 还在刚刚的考试 那现在主的再来就很麻烦了 你说主啊 你现在万万不可再来 因为我今天考的太好 我都等过下礼拜要人奖 你要来也等我零万奖再来 那你就完吧 所以你一定会做过这件事 他正在写属于人的时候 他知道那套书太重要 所以他就说主啊 你现在不能再来 你要来也要等我写完属灵人 你算是 主军特别 当然他没有这么不属 他就说 全人埋在属灵人这个著作里的时候 主就问他说 我如果现在再来 你是要写属灵人还是要见我 不行 哇 这个属灵人太重要 你当然也重要 但是这个更重要 对不对 所以你啊 这个你的再来 持续往后拨一个小时 等我写完你再来 你就说 那你就跟属灵人同在吧 我跟你四个拜 对不对 所以啊 这里说到 我们要得着所天 对吧 我要快一点啊 第三节 我眼专看我的救助 我心如今在天 你看这些上都是零下来的 好 然后第四节啊 我的救助你的圣言 无可祸 无可减 为什么说 他不说无可迦呢 你看这不是 十个都是很有味道 好 这个对于主那种公义的要求 我们大部分第一个都疑惑 他不是爱的主吗 他真的会这么严厉吗 这个第一个疑惑 第二个呢 哎呀主啊你给我 一千两银子 我都埋在地上 你看主啊你仍然啊 得多你得多 我没有当掉 你看我们总要把主的要求减少 对不对呢 什么时候我们 这个我们哪有人敢说 抓你要求我这身带十个得救 我要带二十个 我们谁敢说 我们大部分人都赖贴嘛 赖贴嘛 赖责对不对 然后这里就讲说 主的圣言是无可祸 无可减 对 我们要忠勇的向主 这个忠诚跟随他来说 我们就想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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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